接下来胡萝卜树 很多人讲老师 我吃了胡萝卜树很黄 吃胡萝卜树的问题吗 OK 为什么 对 所以这个大姐一定是上很多课的 给她一个掌声 所以各位朋友 胡萝卜树是我们不能够缺乏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年末组织的重要修复成分来的 年末组织呢 就是我们的眼睛啊 我们的口腔 消化到我们的胃 包括我们的血管 大血管 小血管 它要能够很滑跟很smooth啊 听懂没有 都必须一定要有足够的multicarotene 我们的血管才能够怎么样呢 平顺 顺畅跟滑 就好像地上啊 我们的地如果有坑洞 汽车是不是难走啊 所以血管要没有坑洞 就是一定要有multicarotene 然后我们的血管是14万5000公里啊 一个地球的两周半这么多 细胞在我们的这个年末组织更新的周期 是八天更换一次 那你想想 你的身体全部都有年末 八天要更换一次 你有没有每天都吃到水果呢 你有没有每天都吃到很鲜艳的水果呢 颜色越鲜艳的水果 里面就有越多的胡萝卜树 比如说紫色包菜啦 Bit root啦 我们的生地啦 OK 我们的这个红萝卜啦 番茄啦 听懂没有 还有我们吃的葡萄这些颜色 很鲜艳的 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胡萝卜树 明白没有 那各位朋友 如果这个人吃了两三片木瓜 他变黄 是木瓜的错 就是木瓜生到 弄到给他黄 是还是不是 是木瓜的错 你怪木瓜的错 就是怪天错了 对不对 天弄到那个木瓜里面 胡萝卜树弄到真的 明白没有 是那个人的肝脏 本身的代谢跟转换出现问题了 维生素B不足 这个人的代谢跟储存有问题 是因为第一 这个人有可能有熬夜 在过气 有可能他们已经有肝的问题了 听到没有 毒素累积不能够出来 好的就不能够放进去嘛 就很简单嘛 如果你的厨就这么大个 如果没有把垃圾拿出来 能不能把新的衣服放进去 很简单 理由一样 道理一样 你的家如果很漂亮 听到没有 要对了整堆的垃圾 要买一套皮的沙发机器 会美吗 一样的 肝脏也是一样 如果它里面有很多毒素 你要把好的东西放进去 放得进吗 放不进 所以想要测试自己的肝脏好不好 就买一罐 马蒂加拉丁来吃 吃下去马上黄 恭喜你 你就是肝病的候选人 听到没有 增加米跟奶剂 它就能够重建肝脏细胞 也能够帮助肝脏代谢跟排毒 好那么多 一段时间过后 就不可能又会黄的 听到没有 正常的一天三刻 听到没有 所以如果好像我们讲课这样做的 你觉得消耗粘膜够力吗 很够力的 为什么 会佛肺啊 里面的黏膜组织 尤其是又要讲 它很伤的 所以我一天都吃上六颗以上 明白没有 气才会够 那尤其这个胡萝卜树在几时吃 睡前吃是最好的 因为它有平气跟顺气 还有降热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古代就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上床萝卜下床将不劳医生开药方 听到没有 所以呢 胡萝卜比萝卜还好 明白吗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你在睡前吃饱饭过后 你能够吃萝卜 它能够凭干气 降干火 听到没有 你人就会收敛 收敛就晚上好睡 如果你的干火没有降 干气没有顺 听到没有 你晚上就会一直 头脑一直有东西冲上去 睡不好 有没有这样子 OK 然后吃了multi-krotin 还是不能解解 那就要请multi-krotin来 那multi-krotin如果还是不能够解解 就要请维生素C了 如果维生素C还是不会了 好的话呢 就请阿弥陀佛 OK 回来回来 好 明白了 multi-krotin 所以口腔溃疡 胃炎 比如说一些人喝咖啡 吃辣椒胃有不舒服的朋友 这叫做慢性胃炎 multi-krotin OK 有没有人的肠都长在口腔 这边的 这就是胃炎 听到没有 因为你的胃的屏障不够强 你吃一些辣的食物就开始有炎症 就是multi-krotin不够 听到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吃高血压药啊 有吃药的 A-C-E三个一定要给他的 听到没有 一个 你记得咯 C是间增加血管的弹性 OK multi-krotin是修复血管的粘膜 就这么简单 E就是打开闭塞的血管 所以这三个就是那些高血压啦 或者是血压不能下的人的救星 OK 好 所以 他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眼睛啦 听到没有 当然如果毛细血管没有阻塞 我们的血液在眼部的话呢 循环好 眼睛就不会这么容易退化 OK 好 好